你不错啊 我要你需要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 港姐张铭可谓是无数男人心目中的女神 就连当时的大佬向华盛也拜倒在了她的十六群下 那时十八岁的张铭还只是个传单妹 在幸运女神的眷顾下 她被向华强的夫人陈兰发现 并邀请她到永胜公司拍戏 张铭既有小女生的纯真 又有成熟女人的韵味 很快便让向华盛沦陷 而向华盛为了能够和她在一起 还对结发妻子张美玲提出了离婚 最后向华盛为了捧红张铭 吃剧资邀请了一众明星 并让她与中楚红搭戏 拍摄了双女主电影《火舞风云》 但当作为新人的张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戏中的尺度大得离谱 只要看过的观众都会被她的身材给深深吸引 难以忘怀 不过好在付出与收获是成正比的 这部电影过后 张铭也成为了永生的御用女主角 为能够收获如今的名气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我们就来看这部《火舞风云》 喜欢老片的朋友订阅频道 身为发廊妹的阿铭正在店里 帮着顾客朱倩做着指甲 就在这时 阿红走了进来 她与朋友还有朱倩合伙 开了一家服装店 但生意不景气倒闭了 而朱倩的合伙资金一直拖着 阿红的朋友正好家中有难 急需这笔钱 仗义的阿红只好找朱倩讨要 但对方却是一副嚣张的样子 百名想赖账 更过分的是 她还仗着人多势众 准备欺负阿红 但阿红从小就是出来混的 自然也不会惯着他们 不久后 几人来到警局 鼻青脸肿的朱倩 立马开始恶人先告状 甚至还拿钱贿赂阿敏 希望她在落口供时 能帮自己说话 但阿敏看不起朱倩的行为 在女警官询问时 直接如实相告 表示是朱倩先对阿红动的手 阿红十分惊讶 没想到一面之缘的姑娘居然会帮自己说话 心中也对阿敏产生了好感 而朱倩件事情无法扭转 便主动坦白贿赂的是 准备拉阿敏下水 而阿敏早就将钱交给了警方 朱倩只好认栽 回家后 阿敏一家人正在准备新年的聚会 但继父大傻哥却接到了好兄弟电话 说有笔生意关照他 为了让阿敏他们过上好的生活 大傻哥只好答应 可谁知 这群人居然是去闹市 还让他做司机 大傻哥年轻时虽然是蛊惑仔 但娶了阿敏母亲后便金盆洗手了 然而就在闹市时 他兄弟一方吃了人数的亏 被一顿胖揍 大傻哥为了救兄弟 只好出手 可因下手太重 被判处两年监禁 阿敏母亲找到幕后老板唐斌 希望对方给点安家费 也让律师救一下大傻哥 但唐斌不仅没有答应 还出言羞辱他 阿敏母亲被弃出了心脏病 面对巨额的医药费 以及抚养妹妹的责任 阿敏只好求助男友 可谁知男友竟出言侮辱大傻哥 还打着文化差异的借口 与他撇清关系 被逼无奈的阿敏 只好下海当起了巫女 就在他准备上班时 阿红走了进来 原来身为妈妈桑的疯妈 手下已经没有人了 全都被死对头真妈给抢走 阿红得知消息后 立马赶回来给他撑场子 第一次做巫女 阿敏的内心有些害怕 希望能够从小妹做起 可疯妈接下来的话 却打破了他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是张敏出演的第一部电影 但也是他牺牲最大的一部 影片中为了赚取母女的医药费 他被迫做了母女 为了挽救投资失败的好友 还惨遭富豪凌辱 那场面只能用惊艳二次来形容 也将颜色尺度拉满 绝对是张敏最不想面对的回忆 在捷克时 疯妈看出阿敏有些害怕 便让阿红多照顾一下 阿红对阿敏本来就有着好感 便直接答应了 可谁知他们的生意全都被真妈给抢完了 阿敏几人只能干坐着 疯妈只好拉着老脸去找刘经理哭诉 刘经理经不住他的软膜硬泡便出手帮助 三人终于迎来了捷克的机会 客人查理看到阿红与阿敏后立马兴奋起来 迫不及待地带他们做生意 在喝酒时 查理等人借着酒劲开始动手动脚 阿红还能周旋 但阿敏却十分害怕 然而更过分的是 查理等人在吃完后还准备带着他们去酒店 只是凯游的话 阿敏还能勉强接受 但去酒店绝对不行 这是他的底线 阿红神职男人的本性 知道今天不露点真本事 他和阿敏是走不掉的 他二话不说 直接拿起桌上的威士忌整瓶吹了下去 查理等人见状 知道这是个狠人怕出事 只好放阿红跟阿敏离开 然而刚刚下楼 阿红就口吐鲜血晕了过去 阿敏这才想起来阿红的胃不好 于是赶紧将他送到医院 两人也因为此事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回到五庭后 阿红没见有生意 便带着阿敏闯入别人的包厢四处揽客 这明显不符合五庭的规矩 但二人凭借超高的颜值还真的成功了 真妈手下的头牌天娜 见生意被抢 心中十分不服 便故意将芥末挤在阿红身上 接着又在阿敏换衣服时 故意将他的衣柜关上 见到阿敏的手被衣柜夹住 阿红瞬间怒了 欺负他可以 但欺负阿敏绝对不行 他以其人之道环制其人之身 手被夹痛的天娜直接给了阿红一巴掌 两人扭打在一起 真妈的其他手下健壮 立马出手围握阿红他们 阿红这方人勺被天娜等人抓住 狠心的天娜准备用烟头毁了阿红的脸 阿敏健壮奋不顾身冲上前去 用手掌挡住了烟头 可天娜等人依旧不罢休 将阿红按在地上狠揍 危急关头 同威风妈手下的艾艾 直接拿出衣柜中的菜刀 朝天娜等人冲了上去 战局瞬间扭转 最后刘经理带着保安及时赶到 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这件事后 阿敏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舞厅这种地方必须要狠才站得住脚 而他也越来越放得开 生意也好了许多 这天 前来消费的唐斌一眼就相中了阿敏 便把他叫到包厢中 还准备带他出去 但阿红提醒过他唐斌不是好人 而阿敏也知道 继父的事就是唐斌搞的鬼便没有同意 夜晚 阿敏与阿红在吃夜宵时 阿敏询问了他关于唐斌的事 三年前 唐斌借着酒劲想在包厢中跟阿红应来 阿红气不过用酒瓶砸了他的脑袋 可谁知 唐斌居然在事后让几名手下欺负了他 他脸上的疤痕就是在反抗时留下的 所以他让阿敏一定小心唐斌 这天夜晚 阿红与阿敏在出台时再次遇到了麻烦的客人 对方带他们来到山顶说是看风景 可当他们下车后 两个男人居然直接将车门锁上了 阿红二人被动得瑟瑟发抖 可男人却逼迫他们必须跳完脱衣舞才能上车 幸亏阿红机灵假装同意去酒店才骗男人打开了车床 他直接抓住对方的手将男人收拾了一顿 另外一人立马下车准备动手打人 危机关头 阿红一脚踢向对方裤裆 这才摆脱了危险 而两个男人也被他们脱光衣服给扔在山上 此事过后阿敏仅仍迎来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不仅生意爆棚 就连阿红投资的股票也有所上涨 阿敏母亲的身体也开始出现好转 可不久后 股市的变动打破这短暂的幸福 阿红亏得血本无归 还欠了投资公司几百万 走投无路的阿红想起了之前的一位客人 对方喜欢他 之前提过想带他回印尼结婚 可当阿红找到对方时才得知 客人跟他一样都在股市上亏了 已经没有能力再带他远走高飞 阿红内心满是绝望 如果只是自己赔钱还好说 但还有姐妹跟着他一起买 内疚与无助下 阿红打开了煤气准备自杀 好在阿敏发现得及时 他才捡回一条命 见到阿红整日折磨自己 阿敏坐不住了 知道唐斌收购了阿红欠债的投资公司 于是用身体给唐斌做交易 希望他能够宽限点时间 这是张敏为电影现身最大的一部电影 虽然现在是港姐女神 但当初作为新人的她 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片中的尺度直接拉满 绝对是她最想删掉的电影 不过这部电影也让她成功进入演艺圈 片中身为舞女的她 为了帮好姐妹甘愿现身富豪 结果惨遭凌辱 阿红得知消息后十分自责 当初说好要照顾阿敏 可到头来反而是自己欠下了人情 不久后大傻哥出狱了一家人本该迎来幸福的生活 可大傻哥之前的兄弟在给他接风时 去的正好是阿敏上班的舞厅 在发现阿敏当了舞女后 他又气又内疚 觉得都是自己害了阿敏 然而更巧的是 大傻哥在上厕所时正好遇到了唐斌 对方还在跟手下吹嘘与阿敏一起到酒店的事 大傻哥听到后十分气愤 准备当场动手 可对方人多势众 加上他还在保释期间只能忍下来 然而唐斌见状却变本加厉 各种出言侮辱 大傻哥忍无可忍 第二天一早就堵在了唐斌公司门口 见到他出来后 直接一盆大便泼了过去 不久后这件事就登上了报纸 唐斌颜面尽失 便让手下对大傻哥的车做了手脚准备报复他 这天大傻哥开车带着妻子与二女儿回家 结果汽车的轮胎突然脱落 导致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阿敏母亲当场死亡 大傻哥在愤怒时正好发现了唐斌的手下 他猜测出一定是唐斌搞的鬼 你为什么安送我们 安送我老婆 愤怒的他彻底丧失了理智 直接开车去到唐斌别墅准备复仇 可谁知唐斌的别墅中全是保镖 他不仅遭到殴打 就连二女儿也落入了唐斌的魔爪 危机关头 大傻哥用尽全身力气 成功解决掉保安及时救下女儿 杀妻之仇不能不报 随后他对唐斌展开疯狂的报复 唐斌立马将枪拿出来 二女儿见状赶紧缠住唐斌 结果被对方打成重伤 心仇就恨下 大傻哥就算拼了命也要杀了唐斌 但在打斗时他却不幸被玻璃划伤 就在二人僵持时 得知消息的阿敏与阿红赶到了 见到阿敏出现 唐斌死心不改再次出言侮辱 大傻哥忍无可忍 捡起地上的刀朝他赶去 唐斌也不再犹豫开枪杀了他 见到家人不断残死 阿敏彻底疯狂 捡起地上的刀准备杀了唐斌 阿红见到唐斌开枪立马扑了上去 虽然推开了阿敏 但自己的胳膊却不幸中担 气愤的阿敏再次捡起刀 对唐斌一顿乱砍 阿红立马将他拦住 毕竟用自己人生去换混蛋的命不值得 而且他还有妹妹需要照顾 听到这话 阿敏冷静了下来抱着阿红痛哭 就在这时 阿红看到阿敏手掌的伤分 想到了对方为自己做的一切 于是他捡起刀直接杀了想逃跑的唐斌 这是还阿敏人情 同时也还了当初唐斌欠自己的债 不久后警方赶到带走了阿红 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影片《火舞风云》是1998年上映的电影 由张同组织导 钟楚红 张敏 秦佩 吴玛 王晶 玛丽亚等领衔主演 可谓是众星云集 是张敏的第一部电影 也是他牺牲最大的一部 在被秦佩强暴时 他身材暴露无疑险些露点 让不少网友被他的身材折服 而唐斌的扮演者秦佩老爷子 也成为了众多男人羡慕的对象 然而当时的张敏其实走的是清纯路线 也是这部影片改变了他 让他走上了成熟的风格 虽然付出最大 但收获也是相当丰厚 他凭借此片站稳了永胜头牌之位 这让他在演艺圈有了坚实的背景 但相比起他身材的经验 观众们反而更喜欢钟楚红 在影片中的洒脱与仗义 你伸手为我挡住火热的烟头 我就飞身帮你挡住无情的子弹 你甘愿为我失身惨遭凌辱 我就愿为你复仇 走进牢房去忍受孤独 不得不说 红杰就是洒脱 从不欠下人情 所以女人之间同样会有着仗义与可贵友谊 虽然这部影片在豆瓣的评分只有6.6 但绝对堪称景点 喜欢的朋友赶紧去一宝眼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